我们来说一下滑雪手套 在滑雪的过程中手套是很重要的 一方面它可以预寒 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摔倒的时候 它也给我们一个手掌的保护 那么在滑雪的时候 怎么要选择一副好的手套呢 首先它必须要防水 好的手套它一般是用一个比较好的材料 叫做GOTEX GOTEX是户外运动中一个比较好的防水材料 它的面料有那种分子结构 比水分子小 但又比空气分子大 这样的话它可以做到一个防水透气 还有第二就是说手套一定要防暖 我们在很多手套里面它有不同的填充物 我们大部分的填充物都用3M的填充物 这样的话可以让你的手又防水又保暖 在那个滑雪手套里面我们有分几种 一个是五指的五个手指头的这样 还有一种是单指 单指我们在那个又叫我们又叫Mitten 这个是滑单板会比较多 因为滑单板它不需要五个手指头 经常的那个去拿那个去抓那个POW 去抓那个滑雪滑雪战口 滑雪手套在美国选择很多 那每个滑雪店它基本上都有几数十种的滑雪手套 可以供你选择 价格从从二三十到七八十都有 不等 主要是由品牌和面料决定的 初学者的话挑一副适合自己大小的 然后那个携带舒适的就可以了 是应该说 就乱一夜 所以在上面 慢慢可能还跟着 中国路放生 中国路变 communal 谈这些代理、大小的城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